這是我們這次的主題的訊息 就是 現在已經頗肯定發現了羅牙方舟 這個事實可以成為報道的工具 一個傳呼的工具 有些人說 你發現方舟對我相信沒有什麼關係 是的,我們相信耶穌不會離開神 對基督徒來說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其實應該有分別就是什麼 原來神這麼真,那時候真的有洪水 真的有洪水,真的毀滅世界 真的有方舟 我們的信心就會更加堅定 應該會這樣 但是對傳呼有好的幫助 為什麼呢? 原因是這樣 這個方舟在山上4200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高地 去到3000米 有些人會呼吸困難 有沒有試過? 大家有沒有去過一些去旅行 去到高山 因為有時候有些地方 如果你去到 我記得那時候我去過什麼 是不是 那個什麼 那首歌叫什麼名字 那裡去到高地那個 我忘記了 康定情歌那裡 那裡是3000米 我去到後發現呼吸是有些不同的 我想問你 人可不可以抬一些很巨型的木 因為這個方舟的尺寸是很巨型的 你能不能抬這麼大條的木 一條條的抬上4200米的地方 也沒有原因抬上這麼高的山 為什麼要起船呢? 起船就是在岸邊起了 所以如果那裡山上真的有一隻船在 那裡呢 就一定是方舟 因為方舟不是起船來搭船過海的 是因為要來避洪水的 所以方舟停了在阿拉捏山頂 這麼高的地方 所以這就解釋到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船會停在那裡 就不是好像在那裡起船 又在那裡起行 沒有理由在山頂起行 這個絕對不可能是一隻普通的船 一定是 就是在世上從來沒有一隻船 是有這個功用的 只有方舟才有這個功用 不是要來搭船過海的 是一個逃避災難的方法 我們就會看看這裡 裡面有些不同的證據 首先我們讀一讀經文 講到這個狼、方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創世紀錄》的12節我們一起讀 神觀看世界見事敗壞了 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神就對羅牙說 凡有血氣的人 他們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 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 我要把他們和地一拼毀滅 你要用歌飛木做一隻方舟 分一間一間地做 裏外抹上重鄉 然後《創世紀》7章6節 當洪水泛濫在地上的時候 羅牙整六百歲 羅牙就和他的妻子和兒子兒父 都進入方舟躲避洪水 這裡講到神創造天地之後 看到這個世界敗壞了 神就和羅牙說 所有有血氣的人 他們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 很慘 全部的人 要即時面對他們的盡頭 因為地上滿了強暴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的強暴多不多 是多得不得了 打仗很多 還有那些人 他們會用一些欺騙的方法 上網又說 你什麼什麼什麼 給你一份工 帶你去某處 然後你去到那裡 被人抓了、困住了 在那裡被折磨、被強姦、被鞭打 強迫你做什麼 那些強暴真的很厲害 這個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罪惡 是非常之恐怖 亦都很多國家忽然間正變 是很多國家 這個世界很多國家 是曾經有正變的 全部都是變得獨裁的 是沒有說正變之後變成民主的 全部都是變得獨裁的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強暴 神就吩咐他 要用歌飛木做一隻方舟 還有要抹上重鄉 在那些… 在那個方舟的木 真的有重鄉 真的有那些臘青的質地 用松鄉做成那些臘青的質地 就鋪上去 分一間一間地去做 然後洪水泛濫的時候 你們全部都要進入方舟 躲避這個洪水 然後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就是耶穌說到這個 他回來和這個洪水的 一起讀一下二十九節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即是大災難之後 三十節 那時人子的少頭已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俗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三十七節 羅雅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取 直到羅雅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這要說到在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因為耶穌說到這個災難 以前又沒有 以後又沒有 那時人子的少頭已顯在天上 那些人就哭了 全世界的人哭了 哭得很淒涼的 一定跟普通哭不同 為什麼呢? 他們非常後悔 原來我們沒有信到耶穌 我們信錯了 信了假神 或者他們是無神論 他們就哭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知道要面對神的審判 他們那時已經知道要面對地獄 他們很害怕 他們就要看見人子 耶穌有能力、有大榮耀 駕著天上的魂降臨 那天他就形容這個日子 好像浪雅日子 那些人照常吃喝嫁取 然後直到浪雅進方舟那天 不知不覺洪水就來了 這幅圖看到那些人在那裡 在那裡猛開門讓我們進去 但是神不讓他們開門 洪水來到全部衝去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 那時候兩個人在田裡 娶一個撇去一個 這個娶去這個字 在希臘文是 para-lambano lambano即是接受 para即是陪同 聖經講到什麼呢 神在異夢中跟約瑟說 你要帶著小孩子去埃及 就是用這個字 和他一起 娶一個就是這個字 神會和你一起 即是有一個para 即是浪拜浪和你一起 和你一起帶你去天上 丟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娶一個 所以這個是被提的 亦都說到災難之後 然後耶穌降臨 在那時候 好像洪水毀滅他們 那些人就要面對審判 這個就是聖經裡面講的經文 由馬太福音形容 這個就是世界末日 好了 首先 方舟原來不是到近期 才有人發現的 歷史已經有多次 我只是講幾個人物 第一世紀 猶太的歷史學家 約瑟夫斯 Josephus 是不信耶穌的 他是猶太教的 他都講到阿拉涅山上的 羅亞方舟 聖經是有講到 在這個阿拉涅山的 所以他這個其中一個 就是二千年之前 已經有人講的 然後第三世紀 這個人 Epiphanius 亦都講到 在這個赫爾德人 這個赫爾德人 就是那個地區 山上的方舟 第四世紀 軍事坦丁堡的主教 亦都說 在亞美尼亞的山上 有保留方舟 然後十三世紀 馬可勃羅 都講到 亞美尼亞的山上 有方舟 然後二十世紀 是有不同人 上去看這個方舟的 但是這個方舟 後來因為地震 就裂開了 以前呢 因為地球 山上 還沒有這麼冷 現在又熱又冷 所以山上結了冰 以前還沒有 所以他們看到那個方舟 但是後來 山上結了冰 然後就有地震 這個 這個 跌開了 其實他們現在找到的部分 是跌下來的部分 在上高還有的 那些他們是 即是未找到的 總之找到 跌下來四千二百米的地方 有不同的人上去看過這個方舟 然後他們記錄 所以 所以方舟的真實性 是一個事實來的 是真的有 那麼問題就是 近代找不找得回 有沒有能力找證據呢 就是 我們今次所說的 其實不是影音士團開始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是影音士團開始的 影音士團只是 知道有這件事 其實影音士團不是一個科學的機構 他們是一個 即是 用大眾傳播的方法 但是 其實他們 他們是被動的 為什麼被動呢 原來 新鴻基 就想做這個 馬灣那個 馬灣的公園 就有這個方舟 就找了影音士團去幫忙 所以他們才開始有這個意念 於是他們就走去研究 在研究的時候 就認識一個人叫Parashoot 升降 即是降落傘 這個人原來是以前已經 在上去方舟很多次的 將方舟的東西拿了很多東西下來 在山下建了一個博物館 即是這個人 就帶他上去 其實原來很多科學家都知道 所以當他們說這些證據的時候 他們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影音士團 因為影音士團還影音士團 他們就成立了一個 另一個叫做 紅色的部分就是土耳其、羅亞、方舟、國際科研及文物保育基金會 他們就成立了這個會 這個會 就是去進行這個研究的 去探索 去研究 這個基金會有包括什麼人 一部分是影音士團的人 但其實其他有包括Parashoot 還有其他的考古學家和科學家 有些人說 為什麼你不把這些消息的位置公佈 其實答案是很簡單的 原來他們一定要在土耳其政府申請 他們一定有資歷 你不可以任何人都說 我上去看 不能讓你上去看 你一定要證明 你是有這個考古的資歷 有原因你上去 去申請 現在來說 土耳其政府 就是他們向他們申請了 就成立了這個基金會 就有很多不同的考古國家 其實他們個個都說是 這個簡直是 我在你們的群組 我傳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用英文說的 是說到他就說這個就是 我們看看那些證據 第一是由影音士團自從2003年 他們初初只是以一個傳媒機構上去 初初是未成立這個基金會 他們上去 就曾經多次上去 發現了八個空間 這裡其中是兩個出來 還有找到八個空間 證明這個不是一個小的結構 不是一隻小船 不是一隻漁船 是一隻大的結構 找了找到八個空間 還有多少還未找到的呢 而且那些科學家就發現 它不是陸地建築 為什麼陸地建築呢 譬如建屋 建屋就不會做到一隻船 就是那些構造 那些製造的方法 他們都認為這個是海事建築 即是船來的 不是一間屋 是船來的 第一件事就是發現了八個空間 第二 是有很多人用過的器皿 很多各樣的器皿 那些不可以拿出來 其實很多很多已經存在 但是那些物件是很特別的 是很重的 譬如我們待會看看 看看 這個就是四個物件 左上角有點像一個杯 但是這個杯是要兩個人才抬起的 一個杯兩個人才抬起 有大可能 這個是推上 為什麼推上呢 因為洪水之前的人不是很長命的 很長命 很長命 就是以前神造的這個世界 這些東西什麼都很長的 是現在洪水之後 因為地受咒作 縮了水 所以我們就縮了水 到底狼牙有幾個巨型呢 我們不知道 狼牙不夠巨型 都做不到這個方舟 那些幾個人 為什麼做到這個方舟呢 剛才說到這一條的皮 這條皮帶 不是我們的皮帶 是真的用動物的皮扭 這條皮帶很大條 4月28日你就可以看到了 不是我們的皮帶是很粗大的 我們根本扭不到的 是巨型的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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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人怎麼會用這麼大的 哇 哇 重到不得了的 兜 裝東西 這麼重 兩個人一起 你怎麼賭東西 賭不賭 但可能他們那時候 好像巨人一樣 一手就撐起 所以那些器皿 你看 很多都是很重的器皿 這些很重的器皿 還是讓我們看得到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說 不是普通 不是近代的船 不是近代的物質 就是洪水之前才會有這麼巨型的東西 洪水之後 那些人都縮了水 不再是這麼巨型的了 所以沒有人會做這麼大塊的東西 用來用 雖然磨石那些會 但是那些是定型的 沒有人拿來拿去的磨石 你不會拿來拿去的 所以這件事第一個證據 證明它是洪水之前 因為洪水之後 那些人都縮了水 不會用到這麼巨型的物件 裡面有很多上古的用品 而那些用品是非常之 在我們來說 覺得是 跟現代是很不同的 譬如 右手邊那裡 用來裝一些植物的一個盤子 是用一些 可能一些樹皮 植物的質地 做出來的 左手邊那些麻繩 就是用 後面有說到的 這些阿麻纖維 阿麻纖維是做出來的 即是他們那時候 都有這樣的方法 下面這個盤子 你不要小看它 是用石頭繩的 一個石頭繩的大盤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用來煮菜 即是我們用不到的 裡面有很多這些上古的用品 在洪水之後 都沒有理由 有人會用這麼巨型的東西 這麼重的東西 所以這個 亦都證明是洪水 洪水之前的事 好了 這些是很珍貴的 這些是價值連城 是很貴很貴的東西 你買都不能買 不賣給你的 在4月28日就會展示 你可以到時候看得到 是很重的 譬如這個杯 是要兩個人才能抬起的 所以我們根本是 沒有可能是普通人用的東西 還有他們發現 很特別的 就是筍茂建造的技術 下面的右下角的圖就是筍 大家應該聽過筍 這個方舟是沒有釘的 全部沒有釘的 全部用筍來砌 你看不見到 這個圖 左邊的圖 有一個凹位 那個凹位就是筍 放進去 還有木的尾 有沒有看到一個凸起一枝 一條東西在木上 有沒有看到 木去到盡 有一條黑黑暗暗的 一直凸起的 那裡也是筍來的 就是插進另一個洞裡 原來這個木就是另一個木合起來的 這個是古老造船法 現代沒有人這樣造船的 是古老的 這就證明這個是非常古老的方法 也是中國數千年之前的蠢茂的技術 所以其實 羅雅和他三個兒子就是全世界的人的祖先 所以中國人也是從那裡出 中國人就繼續保持這個蠢茂的建築 其實在其他國家都有 不過沒有像中國那麼多 其實都有 所以這個也是給我們看到 是一個古代的事情 是一個古代的船 還有也是一些古代的方法 做這些纖維和繩 都是一些古老的方法來做的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大量的植物的材料 包括古代的野生鷹嘴斗的種子和菊粒 鷹嘴斗就叫做 Chickpeer 這裡有看到 這些 這些斗類和種子比現在的小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人是改變種植的方法 其實以前也有 比如說 選擇那些更漂亮的那些 就越來越繁殖 那就變成越來越漂亮 這個 它不叫方舟 因為現在 當是未肯定 不過他們內心就肯定 當是宣佈就未肯定 這個古木的結構裡面 其中一個空間 左手邊那裡 你看到那些木的長 地上全都是一粒粒 這些種子 然後第二幅就是平面拍攝它 這個種子 右手邊的圖就看到 誰是它 中間那顆 小小的那顆 那現在那些 鷹嘴豆的種子是怎樣呢? 就是左邊那顆 大顆的那顆 就是 現在是大顆 但是以前 就這麼小顆 全部都是這麼小顆的 這個也證明 是很久之前 因為已經沒有這些 這麼小顆的種子 但在方舟裡面 是有很多種子 所以證明 這個也是很久之前的事 因為之後 都不是這樣的種子 所以我們看上來 原來這麼多證據 還有 又有櫻桃和薑 不過你看看 哇 那些櫻桃和我們現在吃的櫻桃很不同 那些薑也是很不同 其實我們現在的薑 其實現在所有的食物 都全部有方法 近代更加是有基因改造 沒有基因改造 它也有一個方法 就是選擇那些漂亮的繁殖 然後再一路繁殖下去 就選擇到最漂亮的最漂亮的 所以那些各樣的食物 都是越來越漂亮的 所以跟以前那些是不同的 這就是其中裡面發現 哇 那麼多人吃的東西 為什麼走上山上 那麼高的船 在那裡吃東西 開餐嗎 證明他們不是普通開餐 而是他們真的 是一個方舟 在那裡留下的食物 原來在阿拉利山下面有一個羅雅村 就已經有一個羅雅方舟考古博物館 已經有很多從這個古木結構裡面 找到的上古文物 大家看到一些鞋 這些東西放在玻璃箱裡面 就是這些在那個方舟裡面 應該當是方舟 這個古木的構造裡面 拿出來的 他們就放在那裡 所以這個影音士團 不是第一個發現的 是一早已經被人發現了 那它其實主要去攝錄 亦都去更加了解 他們請了一些科學家去研究 亦都有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一起去研究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新聞了 是舊文來的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原因 是舊文 其實他們個個都知道 真的是方舟在山上 而他們其實是parachute 找到那個位置的 就被影音士團去那裡攝錄 去上月那裡 那裡是困難的 而且要得到政府批准是困難的 那這個過程呢 就在發生的這個過程是很特別的 就是2023年去年7月 之前已經做了一輪 因為疫情和各樣的事拖遲了 然後2023年7月 有第五屆的國際羅亞大洪水及阿勒省 即他們的地方是阿勒省 考古遺跡的研討會 參加的人都是考古學者和政府官員 當他們聽完這個報告 發現到什麼時候 他們都認為這個古墓結構就是羅亞方舟 那裡也整了一個羅亞方舟的小小的模型 那裡是一個祈禱室 是已經整在這裡的 這個地方就有這樣的開會 這個開會也有政府官員 土耳其的政府官員和他們的考古學者 一起去開會去研究所有的證據 所以政府官員聽到原來這個真的是方舟 即他們覺得是方舟 接著呢 2023年7月 之前呢 這個也是7月 考古遺跡研討會 就參與的考古學者和科學家 一致認為這個阿拉涅山上的古墓結構 就是羅亞方舟 他們所以能夠在同一個月 向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請獨立註冊 一個負責考古科研和文物保育的組織 就是這個土耳其羅亞方舟國際科研及文物保育基金會 而這個影音士團一部分的人就屬於這個 其實影音士團是兩個不同的機構 不過人呢 一部分人都是影音士團的人 而加上其他國家的人 所以並不是他們獨霸 有些人說為什麼你不公開地方 他們不可以公開的 這個一定要經過政府批准 那些人才可以上去的 所以他們成立了這個機構 這個就是他們的徽章 然後在10月 即是去年10月 第一屆羅亞方舟國際科研見證考察團 就是一團人 包括香港的人 還有六個國家的考古和科研學者 出發去土耳其阿拉聶山考察 其實之前都有的 不過他們又再去 再去就找到更多的證據 然後在今年的3月14日 羅亞方舟和大洪水事跡的國際研討會 就在香港舉行的 這個就是在 觀塘洪圖道寨影音士團 那裡舉行了這個研討會 即是他們聚集這群 科學家一起聚集 是有不同國家的人 所以其實是公開的 不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入 就是一定要跟這些機構有關 都是科學家來的 然後在3月16日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新聞發佈會 它有新聞發佈 發佈什麼呢? 它說國外的考古專家 相信這個古木結構 就是聖經所描述的羅亞方舟 亦都發佈了阿拉涅山木結構發現的筍茂結構 和四大上古的器物 就是當時它有拿出來的 這就是一個新聞的發佈 所以已經是有新聞發佈的 所以這件事 在它來說已經是很肯定 但在科學來說 都要研究一樣的研究 是不是真的方舟呢? 你能否肯定在方舟要科學上去研究? 但在人來說 每樣的描述都是方舟的 沒理由搬到這麼大的船上去 而有古代的這麼巨型的器皿 這麼重的器皿 還有古代的食物 是那些種子 根本我們現在找不到的東西 怎麼會在那時候找到呢? 所以這個一定是古代的 一個巨型的船 在這個山上的 所以看得出這個就是… 我們就知道 相信這個就是方舟了 這裡我將它總括 首先 很多的考古學家都承認 羅雅方舟在阿拉利山上 他們承認 發現那些木結構都是羅雅方舟的 第二 洪水之前的人和動物化石 比現在的更加長壽 更加有能力 更加大 而在木結構裡面有巨型和重的日常器皿 日常器皿怎麼會這麼重呢? 但是那些是很重的 顯示是洪水之前的人用的 不是洪水之後 洪水之後的人已經縮水了 接著呢 結構裡面有些古老的損茂 科技和遠古的種子 都證明是很久之前的 很久之前的建築 造船的技術 以及那些很久之前的種子 人是不會把一艘船 在4200米這麼高的山上 也不能搬這麼多木材上山 怎麼搬這麼多這麼大塊的木頭 怎麼搬上山呢? 你想想 那條木 在黃亞方舟那條木這麼長 那條木怎麼搬呢? 船身這麼長那些 怎麼搬上去呢? 就顯示聖經和洪水是真的 真是有神 真是有救恩 真是有末日和審判 正如以前有審判 因為耶穌說了 洪水的日子怎麼樣 將來耶穌回來的日子怎麼樣 其實我給你們留了一張照片 就是納青 我們近代船沒有用納青 但是這個方舟是有納青 才說明是用重鄉做的 也有一張照片我沒有展示 就是有重鄉 這些木上都有重鄉 外面和裡面都有 所以這個也支持 是很古代的造船方式 因為現在你沒有看到船有納青 好了 我們知道這個方舟 我們怎麼預備回來呢? 第一,我們先說到 耶穌回來 貼實了後書二章一節 耶穌說 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祂聚集 即保羅去祂聚集 我們即保羅在內 包括其他基督徒 他和其他基督徒聚集到耶穌 聚集一次被提 怎麼會被提一次聚集一次呢? 沒有理由一次被提 然後再聚集 被提便已經聚集 所以這個聚集即是等於被提 所以 保羅也要說到 我們聚集 去祂聚的路 什麼時候呢?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而什麼時候呢? 就是主耶穌最後一行 主耶穌用口中的氣滅絕 這個敵基督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即是說 有離道反教的事 和這個大罪人敵基督出現 然後耶穌親自用榮光廢掉他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預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需要面對大災難 所以基督徒是需要學習 怎樣站得穩 有迫伯我們也站得穩 不要跌倒 而聖經也說到 保羅幾個經文都用我們 臨前十五章 就說到 毫同活似吹響 然後我們就會復活成為不那位 就會改變 不再壞 不再老 不再病 我們身體再沒有各樣的問題 死就被德性吞滅了 而保羅下面的 協實在前書四章十六指 就說到 耶穌從天降臨 他就復活了 然後就和耶穌一起 就被提到耶穌那裡 所以這兩個經文都說到復活 保羅一定復活一次 沒理由復活了 又死過又再復活過 所以兩個經文同時應驗 而第一個經文說到 他復活的時候 就是死被德性吞滅 所以是大災難之後 而下面的經文 跟上面的經文是相連的 即是那時候復活了 然後跟耶穌一起 所以這兩個經文是同時發生 被提就是下面的經文 被提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死被德性吞滅 也是主耶穌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還有這個號銅 末次出向的時候 因為臨前十五章那裡 號銅末次出向以後 再沒有號銅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銅 不會遲過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銅 之前已經有大災難過去了 所以這個號銅 都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我們被提大災難之後 所以我們基督徒 需要站得穩 靠耶穌得勝 怎樣站得穩 第一 我們真正悔改信主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承認我們的罪 信靠耶穌要救主 憂傷痛苦的心 主不會輕悍的 耶穌拯救我們 第二 就是我們信靠耶穌基督 扯住耶穌 好像一個方舟 如果真的有一個方舟 現在有一個方舟 洪水來了 我們當然幾帶都要進去 幾帶扯住耶穌 所以我們信靠耶穌 一切信他的不自滅亡 但是聖經說到信耶穌 就不是口頭信 是接待他 接待他入我們的心 做我們的救主 讓耶穌做主做王 還有真信耶穌 會有些果子 聖經說會繼續悔改禮罪 不是只是初信的時候 繼續悔改禮罪 繼續信靠神 還有跟神有密切關係 親近神、愛神 就是經常祈禱 看聖經 耶穌感動我們回應 如果一個人自己沒有祈禱 跟神關係有問題 這個需要處理 需要幫助 愛神 神這麼好 我們感激祂 神真的好 我要聽祂說 我要遵從祂 接著行為 就會聽神的話 去愛神、愛人 做神所吩咐的離開罪 又是侍奉神 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就做耶穌身上 過基督徒都有責任 侍奉神 就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而神不只是想我們得救 只是我們得救 想我們也救人 因為神是不想一個人沉淪 乃圓人都悔改 還有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以西基書33章11節說到 神不喜歡惡人死亡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人很壞 不要咒他死 我們一祝福他 求主去拯救他 我們有這個憐憫的心 大家看看這個圖 耶穌說 抱著一個弟弟 接著又拉領一個人 就是我們有這個心 去拯救世人 而我們真的需要搶救靈魂 建立人的靈命 幫助他成為基督徵兵 我們自己成為基督徵兵 我們自己被神使用 我們今天 其實我們一直在 我帶的小組都是訓練大家 如何懂得用不同的方法 來傳人呼音 今天所說的就是用羅雅方舟 用羅雅方舟這件事 如何用來傳呼音 如何幫人的靈命更新 我希望更多人學習這件事 可以放在手機上 我回家可以做一個簡短的版本 即是沒有了前後的 只是中間那段 講到方舟那段的證據 讓大家看到的 大家聽完這個訊息 你有沒有覺得 如果耶穌今天回來 如果耶穌回來 我們這個天花板會沒有了 什麼有形有體的都沒有了 接著我們就會被提在空中 與主相遇 那你見到耶穌你的心 會說 糟了糟了 我很多事情都未做 我都未侍奉神 未帶一人歸主 我都有很多的罪未處理 因為你說耶穌你回來真好 我很開心 我一生都跟從你 神你一定開心的 我都開心 我希望大家預備好 大家預備好沒有 我們一起起床 預備好就是 你真的 今天見耶穌面 你會不會有後悔呢 因為你會說 我今天見耶穌面 我也很開心 我們一起討告 你在神面前 主耶穌幫我們反省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裡面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求主耶穌卸臉 求主耶穌結淨 結淨我們的靈魂 結淨我們的生命 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寶貴的 極度寶貴的 求主詩恩祝福提升我們的生命 幫我們反思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知道日子近了 就可能在這個末後日子 神就讓這個方舟顯露出來 還有我們看到 這個世界越來越變得 熱還有 多洪水 多灌災 多地震 都是告訴我們 耶穌快要回來 還有隨時都可以有戰爭 隨時都可能有些國家打仗 造成更大的破壞 是預備耶穌回來 我們求主幫我們知道日子近了 我們都應該悔改 還有建立多些人 拯救更多人 不要只搞定自己 去更新他們 改變他們被主使用 求主詩恩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有幾多人說 神啊我在這個末後日子 這個好像羅雅方舟 就在關門之前 我想給神用 你想給神用的 你願意給神用的 你願意做功課 我會幫你的 我鼓勵大家做功課 我會幫助大家 怎樣去做不同的功課 好了 你舉手 你向神去說 神啊我願意為你做什麼 你就向神去說 神啊我願意怎樣給你使用 因為日子近了 耶穌快要回來 不要再被世上的事纏擾 世上的事都要過去的 但我聽神說 是永遠傳流的 神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主幫助我們 都要有這個心 被訓練 也都希望有更多人去參加 可以參加這個報道會 你想想一些朋友 有些可能 你覺得不可能去的 你都可以邀請 就講到這個羅雅方舟報道會 就是這個月 28日 即是下個星期日 一個星期之後 的星期日 其實有兩場的 三點鐘就是報道 就是培靈會 七點鐘就是報道會 主與我們同在 使用這個機會 因為他們真的用了很多功夫 很多很多錢 很多努力 因為他們上山那裡 真的很難 很困難的時候上去 然後能夠為我們 去找出這麼多資料 找到八個空間 找到這麼多資料 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祝福大家 大師好 大師傅 企圖 大師傅 大師傅 地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